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29号 随便在高中市左营区建业南城 我是吴忠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下 左营眷村文化 因为我其实不只左营眷村文化了 有耕读堂 有飞行禅 有吴忠成冒险学校等等等 这些题材 其实我录这些东西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们先给各位review一下一个电影 大家可能有些人忘了 这叫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出了书 整个小说 这从小说改成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轰动 据说阿甘正传是 有史以来曾经票房最高过 维持很久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 汤姆汉克好像还得了 因此得了这个 最佳影帝吧 奥斯卡最佳影帝奖 还有人这样子 因为这个 这个电影的畅销 所以还有人出了一个单行本 把阿甘在那个电影里面所讲的话 在那个公园里面长椅上所讲的话 当着Golden Road 这样子一页一句 一页一句的 还特别发行了一本这个 叫做阿甘的话 很有趣 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 一开始就是这个 这个男主角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在那边跟旁边那个不认识的人聊天 就聊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那个 天南地北的扯 把美国所有历史 流行文化什么什么 全部都拿出来 拿出来讲 他都经历过 包括猫王 包括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 还有包括越战啊什么的 很多东西 他几乎还有包括连职业摔角 他都扯到里面去了 简直讲说这个阿甘这个人呢 就像是一个那个 小人物 但是什么他都干过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残障者嘛 下肢残障的 小儿麻痹症的人 患者 然后后来意外 他就居然 因为被霸凌的关系 他居然 逃跑的时候 居然脚好了 好了 最后他就当了海军陆战队 等等等 这些的奇遇 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各位会想到阿甘他的英文是怎样 他英文跟阿甘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当年在这个电影 在台湾演的时候 大陆是怎么翻译我不知道 在台湾上映的时候 会翻译成阿甘正传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一种 一种业余的那种心情 他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当年那个鲁迅的这本 这个很有名的著作 叫阿Q 阿Q正传 我这本刚好有两个版本 蛮珍贵的 这个一个版本是那个 封子凯画的 他画的 那另外一个是陈石法画的 这大陆那个很有名的国画家 两个人当时都过世很久了 这两本书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用那个水墨画法 画的那 这是我珍藏的两本书 那我们读初中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都从大陆来台的嘛 他们都常常会讲说阿Q阿Q 我们当时只觉得阿Q很好 可是当时我小的时候阿Q是一本禁书 因为鲁迅在大陆嘛 那个他是支持共产党的 所以我们想要说阿Q 跟鲁迅有关的东西阿通通都是禁书 所以这些东西很很很久以后才解禁的 也就是说我大概在中年以后 才开始解禁我才看了很多鲁迅的书 包括小说的研究阿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阿Q 鲁迅的书我这边有很多我都看过 那都是解禁以后 就是海峡两岸正常的开始交往以后才开始的 但是最早以前的那个鲁迅的书在台湾都是禁书 OK 阿甘正传会这样子翻译的原因 我想直觉直觉就是说 因为阿甘这个人很像阿Q嘛 他是一个一个很有趣的人 那但是他这个故意这样发展阿甘正传 我是觉得这个这里面 厌余的成分很大 那如果说你用厌余的成分来看这个阿甘正传 那你就那你会完全走偏了 而且走偏的很远 那阿甘里面我们常会讲说 奇怪这个摇滚夜 连猫王那些步伐是因为阿甘以前是小儿麻痹 所以他学他的 当然是很好笑了 还有他慢跑了 又是meditation等等等 那个很多很多 那个每一节都让你会觉得很好笑 我其实在这个笑中间我就发现到 我好像就是个阿甘的 因为我的小童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 这边是高雄市左翼区建议南村 小游泳池还在 25公尺乘上50公尺的小 乘上那个15公尺的小游泳池还在 日据实在留下来的 当年海军两个游泳池都没有 那个爆破队员 水中爆破队员就在这边训练的 第一期第二一堂到第五期都在这边训练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那种 那个蛙人的训练爬到水沟里面 现在那个叫水 叫做海平路 那个封尘路了 以前是open的一个大水沟 在那个烂泥里面爬 步步前进 因为他们是绝对服从嘛 这些训练过程我们都看过 两个人使用同一个水费 我当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奇妙 我将来长大我一定要当这个蛙人 因为身体太强壮 身体强壮 而且又会潜水 然后他们最奇妙就是 当然那些动作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什么面镜排水这些基本功 还有只是没有办法使用到水费 挖鞋也很容易 也有小型挖鞋也很容易就学会 你会有自由市会打水你就会 ok一直到我们长大有钱了 可以开始学这个东西了 学潜水了正式学潜水了 哎呀才知道说那个东西原来是这样 当然我讲说这样不过这样不过不是普通的 这是一个专业技术我要特别强调有危险性的专业技术 只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很早 从小我们就会挖人操啊觉得那个东西抢背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这边比他们还厉害的那些毯子工的那个专家 这边有京剧队有玉剧队他们做科生各个都会这些东西 这个对我们来讲 司空见惯我们只是没有用过那个水费 当然了他们还有一些爆破训练我们是学不到的了 如果用TNT在水下引爆 如何水文侦测等等的 这些东西还有超挺啊这些 这些我们不是专业人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去学到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从小就看到 啊那我们因为游泳的关系啊我今天没有把牌子挂出来啊 金牌银牌那个我都不用挂了啊 因为那个你看看我影片看多就知道 可是我常常会讲说 我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在讲我的童年故事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很像阿甘为什么 我讲的那些经验是所有他们的他同学的家长啊 同学的爸爸没有这些经验完全没有 那那我讲的是真实的吗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带你下水我带你上山我带你飞天 我带你去去做这些这些所谓冒险活动啊 那我儿子我女儿他们两个人都都觉得 我说好我说我这个当老爸的哈可以说无愧也无憾 因为我都交我我会东西都交给你们了 在你们很小的时候我就交给你们 而且让你们耳濡目染我这个这个成长过程 那我在前2014年哈我曾经选过这个这个李哈 这个叫明鉴李的李哈 选这个李长我当时想说奇怪 我们小的时候是啊过过图门而大大脚啊 就是说你到那边看到那么多的这么精彩的 这些人生的这个经验 你当然要去想去学 如果你不想去学的话 你只有几种情形嘛 一种就是你的身体不行嘛 体力不体能不行嘛 第二个就是你的智能不行嘛 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 你没有胆量 最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好奇心 你完全没有好奇心 没有好奇心的人哈 等于是搞目死灰啊 在我看来是这样 后来我就在我的证件里面哈 发表证件里面 我就把我的这些童年 还有图围症嘛照片啊 然后呢最后我就把这些童年就开始接触的东西啊 拿出来希望说来引发我们这里的李明啊 还有一些年轻的啊幼年的他们没有见过的 我们是从小看到啊看惯这些症状 那这些新住民或者是这些新新生代 他们没有看过的他的父母也不会的啊 我如果当里长我就要带动大家来 来了解来接触来学习啊来精进啊 这是我的那我结果后来当然了 我落选那个很失败很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适风日下哈 不是也不是适风日下了 那个风已经吹走了 现在已经不是以那种大肌肉为世上 现在人都是什么都是干受到不行啊 都是搞怪这些东西他们会 那这跟富国强兵已经日益远离啊 跟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完全脱节 已经恍如隔世 那我在想说难道说就不会有人存存下来这个东西吗 其实不是的 是这些人啊就跟我同年的那一批人啊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玩在一起啊 就玩这些运动的人啊 私下都有找我啊跟我讲说 哎呀你还记得你还怎么怎么样啊 他说他这个到他这一代就就没有了 他他往下去没有传过 我说没有传过是你啊 私之舵啊是你自己的怠惰 是因为你没有 你因为受到五斗米折腰 你就没有再去玩这些东西 你再没有接触这些东西 你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一个谋生之技能 所以你就不再去接触 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啊 他是一个不均手之药 并不是说你认为他没有用就没有用 所以我就我看到那个阿甘症状啊 因为我在前几天我刚刚好在网路上看了 人家讨论阿甘症状的那个故事啊 甚至还有书里面在讨论到阿甘症状 我说哟这个写书的人是这个五年级的啊 一九六六几年出生的人 他已经比我小了十几岁了 他怎么还会记得阿甘症状这个电影呢 可见这个电影深入人心到什么程度 他还评论阿甘症状里面很多很多的情节 那我其实我对那些情节我都几乎忘记了 因为我当时看一看我就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之后我就在电影院里面 我就觉得我是个阿甘啊 那很多我的生活经验别人是没有的 同样走过这一段路走过这个六十二年 我今天六十二岁啊走过这个 很多我的经验是别人是没有的 别人可能也不稀罕一下 拥有这样子的那个经验 可是呢我就是不采浅漏啊 这个野人线铺飞行船跟读堂 吴宗城冒险学校啊就是这样子 仍然跟用那个阿甘的精神 阿甘坐在公园里面 在那个长椅子上跟人家讲话 讲讲镜头一转之后一看旁边已经换另外一个老太太 或者一个老头子或者是一个 一个痴呆的人坐在那个旁边 他继续讲他的故事 那我常常会觉得说我我录的影片到底有没有人看或者 这个我都不在意完全不在意 因为 凡走过必定留下痕迹啊 这是我们任何人一生里面最重要的 就算如果你走你你迟早有一天嘛 老病死都都会接触 等到有一天你走完人生的时候 你交的是白卷 你还是交的是红字 还是你什么都没有 这才是重点阿甘症状给我们的警惕是这个 以上吴宗城跟各位分享 谢谢各位